继去年的主题《在美国时尚的词汇》之后, 今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服饰典藏馆推出了第二部曲《在美国时尚的选集》。 今年的主题除了呈现具有历史意义的服饰, 带领参观者重温美国时尚演变的重要时刻, 也希望在美国早期的时尚中探索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无名英雄。 展览此次邀请了九位导演,每个导演负责不同的展厅主题, 透过一系列三维定格手法来呈现。 设计师兼导演汤姆·福特重现时尚界的凡尔赛之战中 五位法国高级时装设计师的对决。 演员兼导演雷吉娜·金恩描绘19世纪早期 佛吉尼亚州的富人家庭生活。 导演马丁·史科西斯呈现20世纪美国设计师 查理斯·詹姆斯的作品。 导演们透过展览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, 从个人到政治、从风格到文化、从审美到意识形态。 时尚的选机展览在5月7日开幕后会一直展出到9月5日。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综合报道。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综合计刀. 新唐人温uccess。 新唐人经 backlo request.'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